所有的政府的開支 或者是所有政府的行為 幾乎都在花錢 這些錢都可以調遍到預算上 像剛才經濟棍 有哪年聖文你同樣經濟科文者一樣 他們都沒有預算的專業 都沒有對哪一個是有比較經濟效率 做比較相對上的這個計算 不過我們都會因為 對某一個認識或者是偏好 他會主張這個叫做政治 政治預算學位 所以每一個人都會表達 所以我先回答 先回答剛才有幾個問題 公討論等一下再講 他的預算是 並不是不可能 像剛才床主他只是講說 一個理想的參與預算 在台灣現階段是不太可能 除非這些條件都具足 就有各個面的結構性是OK的 但是你說局部的 像社區參與預算 OK啊 你要徵求某個社區我來參與OK啊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 就叫局部跟整體之間的關係 那局部是可能的 只是我要強調一個問題 預算的問題是 可以主導預算結構的這種能力 就是預算的最高進行 美國的國會可以改編行政部門 送給他的預算 重新編號 那條件就是他的上限的不變 在你一定的水準之下 我可以重編 但是台灣或者是美國以外的 其他的國家幾乎沒有說 有國會可以編制預算 但是預算是國會的 那台灣是國會授權行政部門編的嘛 所以有行政部門編來以後 送來那個議會來審查的 所以我想這個問題給各位了解 但是要達到這個境界才有能力 審查預算那可做不夠啊 麥克風裡面可以編一個預算 所以我只是強調一個問題 可以主導預算結構的這個境界 是審查預算 編捏預算 或者是瞭解預算 處理預算 最高境界 參與預算 像我們的瞭解 要參與一次的預算 是不可能調整預算結構的 如果可以 那你就可以排擠其他 然後造成結構的互相排擠 只要再去討論 再戰 這個叫政治 所以很多的政治都在裡面角力 所以執政黨 反對黨 或者是你是哪一線的 你是哪個地方的 這些代表政治力的角力 所以人多 權多 就代表力量大 就代表政治實力 所以像南董 我們有講南董的意思是說 它是一個例子 我決心把國家財政去做好以後 那我認為台灣的心戰浪倒 會為強募來 台灣叫個人這問題 所以連落後的地方都可以起來 才是台灣的進步 不是說黑農國進步 其他的地方不進步 這樣代表公平 不是這樣 所以我的結論是這樣 用南董的例子 南董都是農業 農業縣 台灣面對的稅制 農業免稅 所以永遠找不到農業要繳稅的機會 農業要繳稅 也相對其他來講 也是相對可憐 所以這不是體系農業 農業育美稅 所以農業縣有得稅收 南董沒有工業 這些都是中小企業的大媽店 或者是開小湯 它有工商稅嗎 任何台北市 有相對多率的 在農業縣都沒有 不然的話你就像 剛才那個警察在雲林 我才速去 五六七嘛 我記得那邊 我跟那個目標說 秀六七嘛 不然的話 就是叫我發覺去找你嘛 來 一年十年好 所以 這樣 雲林 本來是比較用 他進來的每年 將近十億 被每年輕 去衝突 他一算不足 但是這是可力不可求 他又付出代價 那這個代價 有人說 不行 我不要丟親嘛 那怎麼辦 這個種子 那種子怎麼辦 所以剛才文化大學 那個 是 就問說 文化 如果 只有一個機會 你把這些錢 你要選擇什麼 對不對 你的問題是這樣 那這個問題 我相信 要將他打 實在是不容易打 但是我們這個原則的答覆 我們把國家的預算 放在最有效率 最需要 最公平 最合理那個地方 那什麼事 大家來解 但是這個時候 往往是全國大學的人 決定的 所以我們才會所 所謂現在要特供參與 四的這種預算 是不要給全國大學決定嘛 才要爭取一點機會嘛 只是我們在強調 爭取這個機會 你只是把別的地方的機會 讓得到 你真情人啊 別的地方 全而小的地方 沒有參與嘛 但是 我們的國家制度 我們給誰參與 給大醫師參與 我們給議會參與 這些都我們選出來了嘛 他不認證 你就不支持他嘛 他獨立自己 一定要 行政部門 跟工程館給他 那麼他支持他 破壞整個國家的公平 那你不要支持他嘛 問題是 我們這個社會都會支持他嘛 因為 你喜歡他嘛 因為 你沒有理由嘛 因為什麼 因為你就打VPL 現在在台北市沒有VPL 對不對 但是我要告訴外 這些的政治代價 都每一個國民自己要簡單 這是相對的 所以我們 開始要面對一個理智的社會 風里參與 是漸漸的之外 漸漸的理性參與 所以理性參與的時候 你會發現 什麼該什麼不該 都變成要 心中可以拔持 只是現在社會 要給各位 在經濟度認識 跟預算 用政治的預算寫台 基本上都是自私自利的 機會比較多 那考慮先自己優先啦 天倫我都 因為黑龍骨的中央政府手在頂 黑子腳下 不能夠太落後嘛 所以大家也不會反映出來 問題是 如果差太大 那就是另外 我們要怎麼面對 我們要把預算再支援 支援他 再落後的地方去 所以我的 這個結論就是說 政治預算的基準 就是自利的 自利的自己 對自己最悔的 就是自私的 但是面對這個常態 那我們怎麼處理 就是大家能夠多讀一點書 多看一點社會 多聽一點弱勢的聲音 哪裡是正義 哪裡是不正義 哪裡是效益 哪裡是不效益 然後我們龍鴻講以後 一個合理性的結論就出來 那麼我們選擇 比較好的 比較有效益的 這些都是比較的 而沒有絕對性 所以 相對性的問題 出在我們國家的預算 出在地方的預算 是因為我們的稅制不公平 我們的稅制 大家講那麼多的這種稅制 全台灣 最不公平的稅制 都發生在 領薪水這一群人的身上 這裡逃不掉 會逃得大部分的稅制 給大家更多的灰色地帶 所以我們要求稅制 不會去計較 那些什麼補助款 要給多少 咱們正來正去 這是一部分 第二部分 就是舉代 要有一定的規範 那從此剛才有講 這是抗爭盡力的問題 但是我看到 沒有一個行政首長 他會以自己 來約束自己的施政 要約束 他又要有施政的政績有限 所以在矛盾之下 網民都會選擇開銷 建設 他不會約束自己 所以我們才有所謂的 政府的公債法 一定的規範 只是對這個問題 我可以告訴各位 現在 我們剛才看到那麼多 公債法 事實上 他是約束正義 不能夠做過度 揮霍的一個最後的保障 另外一個保障 另外一個保障 就是良知道德 但是良知道德 沒有規範性 只有自發性 所以 往往 一個人性的基礎 基本上 是X理論 X效率 所以我們要規範 只是我 這個規範 使作用主 我可能也其中之一 全中法民國的憲法法庭 第一次開憲法辯論 延遲辯論的案子 就是國題的案子 我是全國家 有史以來 第一個提出到憲法法庭 被大法官會裁定 延遲辯論 因為我們是立法要告行政院 違背我們的預算法 違背我們的國家的法令 這個叫做公債法 是我提出來的 但是我發現 因為我提公債法以後 他法官會警示 給我提制 給行政院面子 然後定 但是各位可以看到 定到現在 我們不是要 就是他的 檢記的批代理論 他已經面對要鬆 不然的話就違法了 證明怎麼可以違法 當然改法 原來的改法就是這樣 因為以前的預算就是 每年要審一次 所謂中央政府發行 公債管理條例 每年審一次 每年放那一點點 每年放那一點點 把那個短期債務 都全部分裂掉等等 所以我主張 所有的政府負債 就是公債 公債就要接受約束 所以 那憲法法庭 那憲法法庭 政府要規範 一規範 現在十幾年 現在到現在可能說十七八年 現在已經都不夠了 我就敢 就一直放官 所以這個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是不爭氣的政府 不爭氣的政府 因為他不願意管理 這種財政紀律 所以我講這個例子 就給各位講說 財政要公平就是稅制 所有來也要公平 不能夠窮 窮 窮 貧窮 這種全數的現象 一再出現 第二個 就是 開支 要有一定的規範 這種規範 道德規範 公平性的規範 是必要的 那現在 我也感到有點灰心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 所以這種公債的約束 算是 也是會流以形勢 所以效果 也令人 那個 也是擔心的 最後 我答覆 不好的現象 地方政府 有很多政府 真的是 連薪水都發不出來 所以他的預算已經假化了 賠預算 省預算都依以形勢 所以他序列預算 就是完全被賠給上級政府的補助 現在台灣十個縣市以上 超過50% 全部要以仰賴中央政府的補助 那我今天調一個花園縣的資料 65%左右 是上級補助 他的便利算 你說那個復婚旗 那便利算 我65%要靠你中央勒 幫助我來 地方發展來 告訴他有政績 是仰賴中央 這樣 非法 不管中央有沒有 補助 都是虛擬 那這種虛擬 現在剛才的簡訊不是假嗎 不是假嗎 中央已經在考慮什麼 反正以前是支出的控制 現在是收入嘛 收入就高 高嘛 就高嘛 有沒有不管嘛 就高 所以預算的問題就可以膨脹 這是虛擬 假設他沒有實現的時候 不是騙 騙大家 因此我講說 虛擬預算 已經地方化了 中央政府也已經開始 虛擬預算的這種方向去 那對國家有希望嗎 我相信啊 參律式預算 可以告訴我們 排擠效果 大家可以講 什麼不可以被排擠 就會再出來 然後透過政治的這種 這種理性的這種檢討 我相信我會進步 我現在因為我們這個國家社會 還有理性的基礎在裡面 所以我還是有希望 那那個 總統的問題 總統的問題就是 國家 國家預算 到底應該 跟地方政府的預算 應該怎麼樣來發展 那這個 我的結論也是 不管是行政還是立法部 如果大家多一點理智 不要多一點自私自利 我相信 進步還是可以看得到的 所以 期待 仍然給我們帶來希望 像你今天做完會 你知道親平台 故意 有意的 要把參議式的預算 來引導我們的議會 因為可能在扮演這個角色的時候 並不公平 並不合理 並不有效力的機會 可能是給我們看不下去了 所以我們就自己談 那這個問題就是 政治要怎麼樣來 在台灣還能夠更健康 那這個問題一併 就呈現在上面 所以我們同意 參議師的預算 雖然不能夠達到 預算結構的調整 非常有限 所以我們看不到生理 但是至少 在樹木的健檢方面 我們給它健檢起來 也是一個進步 只是這個時候 我們不要忘掉 我們還有一整片的生理 不要說你這棵樹很健康 那棵樹都已經有蟲了 你還當作沒有看到 那這個就是 見人見智 見智 見靈的問題 抉擇問題 那以上的報告 謝謝 好